万物起展王品集团宣布 25号开始旗下15个品牌 部分品项要调涨5% 连油价也在一个多月中 调涨真正两块钱 而中央银行更是罕见在脸书贴文 写到国内的物价稳定 请民众放心 但是百姓相当无感 痛批这难道是 欧安米耍20元的翻版吗 这政府根本不知民间极苦 香喷喷牛排上桌 现在想吃得多掏一些钱出来 网品集团旗下15个品牌 从25号开始 部分品项调涨百分之股 连油价也在一个多月内 上涨整整两块钱 加30公升的油钱 多一个鸡腿便当的钱出来 加一次油等于花钱 多吃一个鸡腿便当 万物起展只有薪水没涨 老百姓骂声连连 你们去市场买1千五 日面出来都没办法走回来 大企业在赚钱 老百姓就只有领到五倍券 物价调涨有感 央行在脸书罕见 PO文灭火 标题写到国内物价稳定 请民众放心 好像有点是在讲屁话 20块的大肠面线的事情 就很明显了 有点不知民间极苦的感觉 人民不认同 但央行强调通货膨胀指的是 物价指数普遍持续上涨 通货膨胀的压力是没有的 专家直言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政府官员做办公室 没看见百姓怎么过生活 只忙着稳定军心 让人无所适从 记者凌晨永连家庆李云杰 台北台中采访报道